欢迎继续回来的设计新新闻的现场 新闻继续来看的是 为提供到家里特色的高级烧技术 无法及在厨挥动到高级烧 蒙白制作的课程 是希望借由到民众 亲手制作的过程 了解到高级烧豐富的药材 和脱头年俗的肚本性 当村社区的基民大手抗烧手 不然爸爸妈妈和小朋友做会热头 就连阿公阿嬷也来平行手 后来幼稀的修容 就是更因为創意文败 结果出味好赏 也让原本平凡无计的肚子 在脚趋下有精彩外派的丁肺 为提供高级烧技术 跟市政府文化博台北品车 到合理上鼓勇豐富经验的 高级烧老师杰维奇 来教导民众制作高级烧文败 在杰维奇老师用心积德之下 不就是李明和妈妈设计处 是无中的专属文败 胶子桃首入社区今年已经发展到第二年 并且我们配合扩大在做这样胶子桃门牌的部分 就是希望嘉义市民都能够了解说 胶子桃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工艺文化特色 也因此呢 这一次跟东串社区一起结合 40多位的这个居民 他们用独一无二创意 把他们自己的家的门牌 做成最棒的胶子桃门牌 像手上的这一块就是我们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的门牌 其实做出来之后就是这样这样现在这样子 那我们也希望是说做出来的门牌 可以挂在家家户户 让胶子桃变成更有特色的一个胶子桃一条街 比你面的卡书创作之下 高智秀跳脱过去 让人传统的客板印象 依创意的角度 将来立在生活 先为重点问民意的夜市品 先为人严严 今天对高智秀夜市值 该市政府文化局中 推出竞争精彩 处理的创作华东 欢迎民众告示 拥有报名参加 这会退回高智秀的魅力 声音声门 第二名翁秀 船家的旗菜红 报道 谢谢大家